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股走勢有些混亂 首先由于希腊租标普降低的评级 去到CCC 这个来说 差不多是全球最低的 所以港股方面低开210点 低开之后逐渐回升 最高看到22642点 倒升回134点 不过在内地股市收市后 银行将这个存分准备金 长调0.5个百分点 令港股急跌 急跌240点 跌幅都多 收市的阶段略有些反弹 行至收市价22496点 微跌12点 成家方面来说增加到688亿 今天的市场比较混乱 我自己的期指是怎样呢 我自己本身持有期指 22338点 今天收市价22491点 差不多比较入货价 多了200点 有没有走货?未走 因为为什么呢? 看走势方面有机会 会进一步推高 所有的货价都未走 那你说多少位走呢? 那我们先下图表 和大家再讲下 今天走势方面来说 其实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可以这样说是不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到有一只手在 大市本来是低位 开始炒高的 你发觉到这些位 其实我们看回 上天所提及到阻力位 是多少呢? 第一个阻力位 第一个阻力位就是这个 好 留意一下 这里 昨天提及到阻力位方面 22642点 今天的最高点 就是恒指方面 22642 相当之准 碰到这里下来 所以今天不好的地方就是 到这些位下来 形成的手是长 代表沽压方面的状况 好了 这就叫不好的 不过呢? 因为不幸中的大幸 如何呢? 就说收的价都尝算 可以叫做满意 为什么叫做尝算满意呢? 原因就是我们计算 今天最高点 就是这个 22642 最低点就是这个 22298 我们就把最高和最低 加上随2 就是用中位数 中位数多少呢? 22470点 今天收市价是22416点 就是在勉强地 收市价是高于中位数 所以这个来说 也算不幸中的大幸 对于市场来说 暂时也算正面 未去到一个这么悲观 这么负面的状况 因为始终见到这些手来说 也觉得不是那么好 觉得有个危险 因为为什么? 这个沽压 不过上算收市价来说 就是高于一半以上 好了 现在的手势方面 如果真的进一步推高 我自己预计的目标多少呢? 其实就是预这个 我们从两方面入手 好 第一个就是画一条线 这个再也画到这条线 这条线是多少呢? 阻力位多少呢? 阻力位方面 22758点 22758点 这个就是阻力位 还有 为什么说这个位都重要呢? 我们计算 我们计算一个 叫做黄金比率 我们计算一个浪顶 这部分 浪底这部分 浪顶和浪底 好 我们画一条线 看看 好 这里 和这里 好了 那我们拿两个最重要的数据 一个叫做0.382 一个叫做618 好 我们现在先去准备 320的数据 320的数据 我们用颜色 用什么颜色呢? 用红色 618 用一个叫做黑色 好 这样分 留意一下 这里来说 大概多少呢? 就是0.382 其实我们计算个高位 这个高位就是这里 23708点 低位方面 就是22157点 这个就是23708 高位 低位方面 就是22157 距离方面 就是1551点 将1551 乘回0.382 换的话 说到多少呢? 592 我们就要低位 22157 加回592 这个数据 等于多少呢? 就是22749 换的话 大市下来低位 弹回0.382 去到多少呢? 就是22749 所以跟我们刚才计算的水平 是差不多的 所以现在 我们的目标是多少呢? 就是22,750点左右 就是这个目标 所以我本身来说 市运回到这个幅度 我的期间 可能不排除 就先吃虎 所以现在来说 暂时未来场 不过 到这些幅度倒来说 都有阻力 我就考虑会离场 当然 有时走不走货 在什么位置走 看回当时市场气氛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 可以密切留意着我的折财TV 有些网友来说 有些网友来说 被电邮给我问及到 阿罗sir 你做期间买卖了这么多 你怕不怕? 我自己本身来说 就不是太担心 因为我懂得分散 我将一部分资金 作为投机用途 这是将一部分资金去运用的 所以在投资买卖里面 如果大家想把压力降低些 记住要分散投资 期间来说 可以博高回报 相对风险会大些 所以懂得分散来说 就令到压力可以降低的 大家又要留意这件事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